好了,下面我们说接口 我先声明一下,我现在说的这个接口 和你将来说雕的什么支付宝接口 那是两码事 这个接口是语法 那个接口是URL地址 是两码事啊 啊,两码事 现在我讲的这个接口 它属于名乡对象的语法 将来那个接口是属于URL地址 俩没关系啊 没关系 那么我说接口 我说一个,为什么讲接口呢 来啊,我们这样 说一个类里边啊 一个类里边,只要有一个方法 是出现方法 那么这个类就是出现方法 好,class 比如说,比如说是这个 STU之间的study 然后我写个public abstruct abstruct function fue 好了 你看啊 人要C 人要V 这儿是个2 这儿是个3 这儿是个4 这儿是个5 这个类里边只要有一个方法是出现方法 那么这个类就是出现方法 那么现在问题 你说怎么有那么凑巧呢 这个类里边所有的方法 全部都是出现方法 这个类里边所有的方法 全部都是出现方法 那么这时候你要这么写的话 哎呀,太麻烦了 那么这时候我有个简化的写法 怎么写法,就是接口 接口 他们注意,接口 它是一个特殊的出现类 接口是个特殊的出现类 它特殊的什么地方 它这里边的方法全部都是出现方法 接口里边的方法全部都是出现方法 如果一个类里边 它的方法都是出现方法 那么这个类就会什么样的接口 接口要什么 要interface 是不是简化了 接口里边 它全部都是出现方法 那还需要些upstruck的吗 不需要 就不需要了 在线就重复了 在线就重复了 不许你些 因为接口里边本身就是出现方法 所以upstruck就不需要了 是不是简化了 那么下面问题 接口是public 接口的底下是重新实现 那么我告诉你 重新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对用 肯定是public的 所以说public可以省略 public可以省略 你不写就是public的 你写的还是public的 你用其他的还不行 你用其他的还不行 那么这就是接口 你看多简化 能把后面加个逗号 这就很简化了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说接口啊 接口如果一个内容 所有的方法 如果一个内容 所有的方法 都是重新方法 一个内容 所有的方法 都是重新方法 那么这个重新方法 可以什么名字接口 接口的时候 都是重新方法 那么它里面只能放什么呢 接口里面 只能放重新方法和常量 只能放重新方法和常量 控制常量 控制的 接口的重新方法 只能是public的 只能是public的 可以省略 你省略了它 也是public的 你如果不省略 写其他的 写不行 你要写就是public的 要不就不写 啊 接口 那么接口 这里面 能不能再放 abstruck的呢 能不能再放呢 不能 不可以 因为接口 本身就是抽样的 你再来说抽样的 抽样的 抽样的 不行啊 不行啊 接口里面 不允许放abstruck的 今天是吧 不允许放 放了就错 那么 也就是说 接口里面 能不能用abstruck的 那修饰方法呀 接口里面 能不能用abstruck的 修饰方法 不能 那么接口里面的方法 能不能用final呢 能不能用final来修饰 不能 不能 不能不能啊 final修饰不能被重新 那我怎么重新啊 咱们说抽样的必须要重新的 抽样的方法 抽样的方法 必须要重新 你不能用final的 你再用final 你没法玩了 你要final 没法玩了 final修饰不必须要重新 但是抽样的方法 抽样的方法 必须要重新的 所以你也不能用final来修饰 不能用final来修饰 不能用abstruck和final来修饰 接口上的方法 好的 接口 那么接口就写好了 接口我写一个吧 这个 这个 interface inter有i i表示接口啊 i 这个 pic 啊 写吧 写这么写吧 接口 接 嗯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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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表示什么呢 表示个接口 interface 那么这里我写这么两个就够了 不要写这么多 写两个就够了 接口 然后 不能要继承 class 比如我来实现一下啊 这里边放好一次实现 class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实力一点 实力一点 那么 这个 我们以前这么写的一个text 一个text 因为我们这么说 说接口这个抽样类 是吧 所以我来继承啊 但是我告诉你了 一旦 一旦是指名是接口的 他心智就改了 一旦是指名是接口的 他心智就改了 就不是类了 他就不是类了 类可以继承 类可以继承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类了 他现在是接口了 接口不能叫继承 他叫什么呢 叫实现 接口实现 implements implements 啊 implements 接口实现 implements plem原型 人贤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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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 十二 啊 实现 实现 接口 接口完了以后 诶 注意了 要印刀在本来什么介绍 介绍不能叫继承 只有内才可以继承 只有内才可以叫继承 介绍要叫实现 实现介绍 实现介绍 实现介绍就把这里边抽样类 全部给实现了 说 Public 方式 FUN 这一期啊 方式FUN1 FUN1 Public 方式 FUN2 好 实现好了 实现好了 反正这边空着就实现 这边开始就结束 实现了 那么这次来运行一下 第五个 走 不报错了吗 没有报错 你这实例话 你实例话可以定用了 这实例话就可以定用了 嗯 嗯 嗯 好了 那么下面 我把这个 呃 反正这儿呢 这儿我还这样 我还架一个 介绍里边 除了放出洋网网以外 可以放长辆 COSDA COSDA 比如说是ADD AD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中国 中国 那么我怎么来 怎么来访问它呢 我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 这儿是 Interface COSDA COSDA MUHMUH ADD 访问 接口中的 常亮 用接口名 MUHMUH 常亮明 好了 下面 我给大家小结一下 说接口 接口的这个 关键字是 Interface Interface 接口 如果一个内容 所有的方法 都是出洋网网 那么这个出洋网网 就可以生命的接口 接口是个特殊出洋类 接口中 只能放出洋网网 和常亮 借口访问他的常量 借口名冒号冒号常量名 就可以访问他的常量了